是的 这里可以看到镜头基本上都是这种达远点的这个车 这么远 哇小鹏直接这 我看到其实旁边还有枪线 但是很明显就Monkey King这边应该是主要伤害来源 是的 KRG其实一直在尝试做一些小的动作 他就是往周围在拓展的时候 在感受周围的一个枪线 这不得选择 女人可能要踩雷 来了露露 真的踩了 直接是一枪头 这个地方居然埋了个人 就很意想不到 因为天威他是武 在这个时候在北侧色意散开其实是有风险的 是的 不过话说回来他并不是在圈中心的这样散开 所以呢还算是 还算是相对合理 是的 全面的队伍再不散开拿信息的话 那就真的是没法打 这个可能跟刚才是圈网的一段距离 然后两边是对过一阵圈了 是的 来看一下这里巨幅是被击倒了一个 然后另外 他们俩的身材抱在一起是不是看着也比较 确实 哎 车炸了 才给你了数据怎么 啊 12月的这个车的车顶被这个树叉给卡了一下 嗯 应该是周就是刚沿途枪线扫的就很残了嘛 这个车 真是尴尬 嗯 哎呀 刚准备观察一下就被斜坡的DT给倒了 是的 现在的高点真的是很不安全 因为圈内能呆的位置已经很少很少了 看样子DT已经把大概所有人的位置都已经掌握了 你怎么就上车了我觉得你怕可能生存的概率还高一点 是的 这 当然位置都很极限 其实 哦这里高兴一个人 把悟空搞得真的是生活不能自理 这悟空瞬间就感觉没有发力就倒下了 我觉得第一题更像是布鲁哥镇 对 是更快的在圈里面要找位置 他要去天路刚才待过的那个位置 山顶的 哦路过已经被打了一个换神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怪不得他比2004先动 这个地方已经算是相对仇恨较低的点 577这个胎好像爆了 哇这里是DSS也看上KRG这个位置了 是的 KRG防守的还是比较成功 但是远处枪线确实太多了 又是豪斯根 直接被放倒补掉 204选择了跟XLG打这个位置 先打边缘 直接贴脸换分了这个是 那他如果直接冲去Happy的话 确实有可能就XLG也会 就是想要去劝架 所以他们先把后面的威胁解决了再说 应该是看到XLG从屁股后面来 他觉得就是说现在 你鼻子一下 冲过去了天威 啊 这个位置正好是被夹着打 这也是为什么204没有提前贴过去的原因 是的 这两队还没有打起来 这个时候过来去天威变成两方挨的 而且还会被CDD狂抽 哦 Yapi也被放倒 这样来的话天威现在可以去 204现在可以去天威的位置了 走 有序的撤离 是 XLG已经从 好呆 这把New Happy虽然在圈中心 但是实际概率上来讲 并不是很高的一个位置 是 天威的防区特别特别的好 对于天威 现在天威来讲 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DDT和Pero同时混过来 这颗雷 精准之道 直接是一雷双响 燃上带烧到了 这把204打得很有章法 你感觉它像下棋一样一步一步的 把先去最安全的位置 然后打最危险的位置 然后从危险的位置一步一步往前推 漂亮 是 编制还是很齐整的 现在204 巨幅冲过来 然后我带防区 哎呀 埋了一个人 但可惜这波出枪效率稍微低了一点 这波巨幅其实拉过来 都是没有掩体的状态 是的 就只有车 哎呦 阿毛差点被秒了 小五被车炸倒了 他也没有掩体了 哦 好的 204这波的进攻跟防守的选择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是的 就风险等 哦 这样一来的话 DDT走到了Pero头上 那Pero有可能会跟DDT先打 远处有枪线的骚扰 马亦龙已经摸到近点 先攻行突击手 我测试一个Growza 但是补枪很快 瞬间 高台边缘跳了三个人出来 是的 而且LionKK一直在远点架枪 这样的话 DDT现在整个枪线都已经 打得被比较集中 但LionKK想要会合有点难 好像没有车 这款高点 他就是帮队友吸引注意力的 LionKK 成功的吸引了DDT高点 两个人注意力 可以过来了 马亦龙跟小索 这场比赛的突击组合 我们看到配合也是非常的精妙 是的 一瞬间把这个高点给抢下来的 嗯 再看一下另外一侧 17 撑乱要去往里面去找点 然后就绕到CDG的 偷家 下车位置有点拉胯 但是对方并没有在驾 偷家成功吗 挑到头了 小北直接被王骚骚两枪头放倒 是的 小北已经打的只剩三滴血了 就是那个王骚骚的血量 是的 一撕 哦 边缘有个人没看到 这个 投掷物把自己给俯了 是的 他也把王骚骚给炸倒 这边实验兽 嗯 王骚骚本来血量就不高嘛 不打药的情况下 只要沾点就没 这波17我觉得 我是Pair的话 我现在就山头先把天巴卡了 然后我再去天路那个坡下 是欸 如果真的天巴要去那个坡上去卡17和CDG的话 只要Pair上去 现在天巴因为是满别 他想的是就是要吃鸡 但他也想要分 是啊 他也想要分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做选择 你是想要吃鸡还是想要分 是的 我觉得还是先解决 脸上的问题会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BD 有点皮 看看17 还是17这边PTG先倒吧 猜错了猜错了 嗯 谁手过来补销 我跳过来一个喷就没喷过 呃 连倒两个 只有最后一个人了 是的 小北 小北在这里只能转化成换分模式 哇 这边204又把New Happy给蝉死掉了 这把204真的打得太好了 我知道204只有三个 两三个人啊 但是他那个就是从圈边打最危险的地方 一点点打进来 这真的是很有计划性 是 从他一开始跟那个谁交火的时候 那一波 跟翔龙 Gaming交火的时候 是 打得超级有质量这把204 哦 马鱼龙一颗雷 雷老了零数 这两个队伍因为太近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用这个投掷物 会有一点突破的 好 Perry我现在就站在头顶 打 什么一波 人的位置 哦 被对方绕到一个边缘 打了一个侧身 来 KK要赶紧过来了 这个时候屁股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天路不可能出来了 是的 你只能默认防区的人不出来的 必须要正面的一个支援 来了已经 下斜坡已经被看到了 齐齐血量很低 两侧补 就是有一枪差枪线 对方只剩最后一人 崔齐摇是一枪头 我觉得很难 崔齐摇这么很难的 又打一枪身体 过来 漂亮 两枪头一枪身体 那这个时候Perry要选择撤离了 呃 左上角刚才无人生还 2004绕了过来 看2004是你要对Perry造成简缘的话 我只有LionKK这边 真的 哦 来了LionKK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 哦 这个跑位简直就是太有想象力了 204Perry的人想不通 Perry不是在山顶吗 果然4打4 好的 那变成一个4打4的局面 那Perry能拿到这个位置 跟天鹿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是 天鹿这个时候肯定 听到枪声就拉出来了 他知道 两边都听了个响 哇 这个角度 急火 是的 敢漏就敢死 这个时候想要用 想要用雷去把人补了 哎呀 对方的这个急火雷 直接在圈圈的边缘 压制了对手的血量 小组再次被放倒 真的是没有投了 还是那个防区架枪的位置 好一鸣近点 也被放倒 天鹿是全员前压 开始使用手雷 逼掉对方 要倒一个小组这边的架枪太武了 他已经从防区拉了出来 蓝K在蓝圈边上 但没有什么机会了 恭喜天鹿 这里是 复杀吃鸡 就刚好是Pero的这个人头吧 差不多 还有最后的队员们的头甲 我做一个小组里了 词